我們不斷提醒說呢 台灣千萬不要像烏克蘭一樣 不斷地戳戳戳戳到最後呢 真的是到了戰爭的邊緣 或真的是引戰了 尤其來看到中國大陸是真的有這個底氣的 最近可以看到動作蠻多的 之前才聯合力艦2024B C會不會也要來了呢 那最新消息是呢 10月22號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就宣布在平坦牛山島實彈射擊 這個牛山島不得了 它距離台北市怎麼樣 只有165公里就是在這個非常近的地方 那牛山島其實是福建平坦的東部 在中國大陸領海基線的這個基點之一 那另外可以看到這次實彈 被說要提升部隊的實戰能力啦 也反映了保衛海疆的決心 也凸顯了平坦很重要 這件事情確實是很嚴重 我從軍三十幾年 這個當然我也接受到 解放軍很多的演習 或者是訓練的資訊 但是從來沒有在平坦島 從來沒有啊 對 這是第一次 由於是 它不只是在平坦島 在牛山島 這個恫嚇意味 是非常的十足 它不但恫嚇我們台灣 更是威脅美國跟日本 還有歐美國國家 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是一連串的組合拳 這個作戰來講的話 我們有滴日 滴日就是發起攻擊的那天 滴日H10 滴日H10 這次如果說我們以作戰 聯合力見的是滴日是14號 H14早上5點 但是滴日之前它有沒有動作 那叫掀起作戰 也就是東風31的射擊 那是掀起作戰 威嚇意味十足 然後完了以後 滴日那天 大家有些人在嘲笑說13個小時 但是後續來講 我們看到的釋放出來的訊息量 是非常大的 對 十三小做好多事 冰貴勝不貴久 這個你弄越久 其實是越讓自己 國際干涉的空間越大 你會發現這13個小時 有一個特色 國際根本就來不及干涉 還沒反應到 對 還沒反應到 他已經宣布演習結束了 但是 但是這件事情是不是就只結束 沒有 我們昨天看到什麼呢 前兩天第一個是 習近平主席 他到東山島去視察 就大臣灣 大臣灣在9月4號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新聞9月4號來講的話 大臣灣在那邊做 滾裝貨輪的裝載 的演練 也就是說滾裝貨輪 那就是渡海攻擊了 我們明著講 那當初師郎 就從這邊到澎湖的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習近平 去釋導火箭軍 東風26B 對 他也去釋導火箭軍 那你這一連串的這種意味 就是很明顯 再加上今天在平灘島火炮的射擊 那大家要知道 在昨天有什麼事情 昨天的是 美國伯克級驅逐艦 帶著加拿大那個小弟 對不對 這個又來自由航行了 那我現在試問你 如果說是在平灘島這邊 如果說他 只要用便宜的 不要說用導彈 只要用便宜的PHL 遠程火箭炮 它射程隨便都是 300 200 300公里 這個小號的 它等於美國的海馬斯 如果擺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是不是整個台灣海峽 就被封鎖 你美國 你還有沒有能力 在那邊做自由航行 但是我相信這次演習來講 應該不會用這種武器 它大概就是管狀火炮 不然的話 對國際航運的影響 確實是很大 所以這次演習 一連串下來 從習近平 從力艦聯合B到東山島的視察 到視察火箭軍 到這次平灘島 我再一次強調 我從軍這麼多年 平灘島那邊 其實讓我們感覺上面 尤其是近20年來 是一個是很和平的一個島 然後那時候 經常在那邊講說 平灘島變成一個開放的示範區 鼓勵我們台灣民眾去那邊投資 那從來 因為解放軍也知道 他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做一些軍演來講的話 其實還太敏感了 尤其是在這個地方 距離台灣這麼近 距離新竹更近 我在這邊就明著講了 你知道平灘島 如果這邊火炮直接射擊來講的話 第一個是新竹的空軍基地 在第一時間就沒了 第二個是湖口的莊稼旅 就第一時間沒了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是將炮口再對到 這個領口台地 或者是台北港 對不對 對我們威脅 確實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以往來講 為了避免雙方 觸動這條敏感的神經 為了表示雙方來講 能夠有這個 那現在來講 到底是誰 把這把火惹起來的 讓解放軍在這邊做這個演練 我想對美國對日本 對不對 日本也物極的那艘驅逐艦 也來這邊自由巡航 美國也來自由巡航 德國也來自由巡航 那你是不是你們 你們這些人搞到最後 本來想要來幫台灣的 對不對 你邀請大海 是真的幫台灣嗎 就生雞能無 幫雞才無 光在這邊拉一坨擊死 然後就走了 對 剩下我們台灣自己面對 這些兵凶戰危 那我們今天台灣能夠 什麼作為 你敢源頭打擊嗎 你敢用你的這個天劍天工 或者什麼陣神飛彈 去對平天島說射擊嗎 我現在我們台灣大概 還不至於有這種膽量 敢做這種動作 所以對我們台灣來講 這是這個動作其實 意味太明顯了 是 沒錯 所以將軍我剛剛那段話 真的值得神死 你真的是愛台灣嗎 愛台灣就讓這個地方呢 和平 不是戰爭 裴洛西來台灣 你愛台灣嗎 你一離開之後 台灣這個中線通通沒了 真的是愛台灣嗎 這個真的值得神死 還有呢 說中國到周遭的環境呢 緬甸最近內戰升級了 奈民逃到中緬的邊境 結果你可以看到 好多數於萬劍奈民逃到了 中緬邊境的口岸 躲避這個戰火 中國大陸武警 嚴守死守這個防線 大陸發言人 國防部發言人就說 當然要維護國家主權 還有邊境的穩定 這個確實是非常 如果說是 因為緬甸這個地方 其實非常的亂 它亂到什麼程度呢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孫立仁將軍 對不對 那時候是中國的軍隊 到緬甸那邊去打日本人 救英國的軍隊 那你看這個地方有多亂 中國軍隊到緬甸去打日軍 然後救英軍 這我想說戰史上面 大家都有這一段 那從這段戰史我們就知道 其實緬甸有它地緣戰略上面 一個重要性 因為它對面面對的就是孟加拉灣 那第二個 緬甸以前是被英國殖民過 所以它裡面雖然說地形非常複雜 當然它的這種民族 也有多元性的民族 那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 等於各自有各自的山頭 那這些山頭 是不是都是像緬甸軍政府 也不是 是不是像是中國政府 也不是 我跟你講它各有各的想法 有些是跟英美所挑動的 我在這邊就明著講 英美在這邊有很多的 裡面有很多的邦來講的話 它是被英美支柱的 英美是透過誰 甚至有一些是被印度支柱的 所以說這些國家 這些邦來講的話 緬甸確實是很亂 可是緬甸又有它的戰略重要性 地緣戰略 因為中國在這邊有一個港口 叫腳漂港 這個腳漂港 中國在這個地方 有派保全部隊 什麼叫保全部隊 就是耐人尋味 所以我們講保全 那保全有很多種 帶警棍也是保全 對不對 帶機箱也可以說是保全 帶炮也可以說保全 它主要是保護腳漂港 因為這個地方來講 是中國投資在這個地方 於是這邊有一條 天然系的管線 直接拉到雲南那個地方去 那我想說 中國只有把握到一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說 你裡面怎麼亂 我不干涉你類陣 對不對 你們自己 但是第二個 你不要危害到我公民的安全 那你也不能說是危害 我在這邊已經做有的既有投資 那第三個 你這些難民 不要到我國境裡面來 所以我們看到 緬甸每次一亂 就看到什麼 南部軍區開始在這邊軍演 因為這些難民進來的話 他講是講難民 那你怎麼確定 他的身分是真難民還是假難民 還是來滲透的 還是說英美 這個陰謀分子要進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辭不帶兵 這個你這時候 為了國家安全來講 你不能說是 這個跟美國一樣 說同行這些難民 他怎麼樣 因為這分子太複雜了 所以說 解放軍這時候在邊境 實施軍演 實施管控 是非常非常的必要 因為你不曉得那邊 其實裡面 他們自己緬甸 這個裡面很多的邦來講的話 他們有反中的 不是說不是親中 他不見得是親 在緬甸軍政府明昂來 但是也不見得是你親中 所以我說 我覺得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解放軍在這邊 要加強這方面的守備 是一定有必要的 對沒錯 中國大陸要 穩住自己周遭的一個環境 用軍事做很大的 靠圈跟底氣 尤其在南海這一塊 你可以發現說 中國大陸很強 你不要在那邊挑釋 像菲律賓等等 好好思考一下 比如說 轟6K已經被說成功降落到 布城航母 美軍真的也急了 永暑島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他落成這個機場之後 就被講說 有發現 在10月的時候 轟6K已經在這邊 有降落的消息 永暑島為什麼被說是 布城航母 因為他在南沙群島當中 很重要的位置 2.8平方公里 可以部署 數百架的戰機 距離中國大陸 大概是1400公里 這麼遠呢 代表怎麼樣 等於中國大陸的海外基地 的作用了 戰力可以外推 一個地方 就可以敵了 10艘的航母 為什麼 1400公里很重要 就是中國大陸的 領海這邊 再往外延 1400公里 我們知道殲11B 作戰半徑大概是1500公里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如果說從重到內陸起飛的話 其實呢 就差不多 也就是到了永暑島附近 但是如果在永暑島上面有 包括轟6 殲11等等 等於呢 你又從永暑島 再往外延伸了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如果是轟6K的話 作戰半徑3500公里 等於說呢 在永暑島這邊放轟6K的話 就可以cover哪裡 cover到了關島 可能到第二島鏈去了 我跟你講 這個美國真的涼了 涼了 真的涼了 因為你知道 轟6跟殲15不是航程的問題 而是它帶彈量的問題 它帶什麼樣的彈 轟6帶的是 殷疾21的這個導彈 它是對艦攻擊的導彈 而且可以帶好幾枚 那你想想看 永暑島這邊 永暑島右邊是什麼地方 巴拉望島 巴拉望島在右邊叫什麼呢 叫雷太伊島 蘇陸海雷太伊島 那美軍 以前來講 大家記不記得 日本跟美軍就在雷太伊 海戰 人類最後死上一次的 最大規模的海戰 然後大核號 就在這邊被擊沉 那美軍為什麼 再會在這邊打 因為從這邊 你知道美軍 如果它航母 要進入南海來講的話 它兩條路線可以走 一條是走巴士海峽 另外一條就是雷太伊 經過蘇陸海 然後巴拉望島 然後進來 那你想想看 永暑島在這邊擺了一艘 這個轟6 我老天爺 美國這樣過來 不就是在這邊嗎 它如果說飛起來 直接飛到你的蘇陸海 雷太伊外那邊 給你丟兩顆硬性 它丟完就走了 你也打不到 丟完你就走了 那你怎麼辦 而且它後續可以補給 它持續戰力 它落到島上面以後 它島上面有很多的 不管是油料或彈藥 可以補充 而且它這個島上面 自己本身也有個型的 不管是無人機 做A社B島 或者是說 這個間級11 做護航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說是 當轟6 可以在這邊降落來講的話 可以大概就是 完全堵到美軍 要進入南海路線 可能以後 美軍航空母艦要到南海 它到南海以後 很明顯的 不是走這個 馬六甲海峽 就是走遜他海峽 才可以到印度洋 那當這個地方 有一個這麼大一個 大殺技擺在這個地方 我想這個 包括到太平洋各國來講 大家都要尊敬三分 都要小心三分 當然 但是我不覺得說是解放軍 會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一個 愛好和平的民族 大家都做生意 全日你只要是無害通過 大家你航行你的 你走你的 你不要亂來 這種道路不會對你怎樣 你不要在這邊 跟中國在那邊 要搶佔中國的領土 大概大家就相安無事 那怕的是說 你美國 這個一直在跟菲律賓 在那邊跳腳 想要慫恿菲律賓 來圍堵中國 所以我覺得這次來講的話 這個是對整個是 戰略級的行動 轟六在這邊 那不是說戰鬥機 戰術級的 而是整個戰略級 在這邊 那如果說將來是 轟二零怎麼辦 轟二零不用在這個地方 轟六零在自己家門口 飛過去就很近了 不用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將軍說 這個點很重要 因為你要去南海 這邊就給你擺這邊 你不要亂來 我這個發射英級21 我再回來都綽綽有餘了 另外再來看到 福建線會不會四度海濕 上面看到了殲-15T 還有空情600 我們今天聚焦殲-15T 殲-15T你不要以為 是殲-15的改良版而已 沒有它很厲害 重點是它火炮 可以發射霹雷15跟霹雷17 它的戰鬥力超越了F-35 我們把這張放大一點 你可以看到 這是殲-16 它載了霹雷15跟霹雷17 霹雷17長什麼樣子 這裡 有沒有發現很長 霹雷15已經夠長對不對 霹雷17更長了 它這麼長 還沒有辦法放進了殲-20 結果但是殲-15T 它可以放霹雷17 再回到上一張 它的戰力有多強 它戰力你可以看到 6公尺4馬赫300公里 這個就是射的 比你美國F-35的導彈還遠 這個你知道解放軍來講 在軍武方面 比美國有一項是 美國沒辦法趕上 什麼 就它的供應鏈都是自己的 你知道嗎 整個從設計生產到 甚至每一個螺絲釘 都是它自己的 它就不會被別人卡脖子 然後它可以隨著疊代更新 當我有新的電子戰的設備 我有新的疊達功能來講的話 通訊設備或者是動態感知 像這種系統來講的話 我馬上就可以改裝 那美國來講的話 不見得可以做得到 我們台灣是永遠做不到 為什麼 譬如說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幻象戰機 就沒有辦法掛美國的導彈 應該是法國一個是美國的 對 所以你要發射這個PT-17 不是說我掛上去 我就可以放出去 那你必須這個 第一個 你的殲-15T上面的雷達可不可以鎖到 PT-17顧名思義 它應該是可以 射程可以到170公里這麼遠 沒有 說是可以到300 那到300 因為15的就已經來到了1、200了 對對對 15是150公里 那如果說是到300公里 你想想看 300公里你要鎖定一個目標 那要多搶到電子零件 我個人的判斷 我覺得可能它不是說是 它自己戰機本身鎖定到 它可能有A射B導 預警機 或者是前面有無人機 對 因為我們就說 那個福建艦上面還有空警600 對 它就可以幫它做一個很好的鎖定 鎖定 那所以它整個系統 都是它自己國產的系統 所以它可以很 隨著世代更新 就是說我不是掛上這個導彈 我就可以 而是你掛上這個導彈以後 你的雷達可不可以有這功能 然後你的預警機 可不可以將這資訊傳給你 敵人戰機的位置怎麼去鎖定 因為它也會躲啊 它被你鎖到以後它也會躲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怎麼樣去發射這個導彈 我覺得重點是在這個地方 當然殲-15T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可以這個 彈射起飛 彈射起飛它的前面的支架來講的話 它可能可以支撐它彈射起飛 因為福建號是用彈射起飛的嘛 那它前輪的支架力道一定要夠 所以可以在福建號上面來起降 當作它跟殲-35 殲-35可以做高低配 殲-35屬於中型的戰機 那殲-15是屬於重型的炸彈卡車 一個是在前面對不對 做踹門者的角色 後面來講有炸彈卡車 可以做攻擊 所以是很好的一個搭配 對我們都知道戰機要有高低的搭配啦 所以美國也是 你看最強的是F-35的艦載機嘛 但是中國大陸殲-35來了 還有包括殲-15T也來了 那我們為什麼不斷強調呢 它是炸彈卡車 因為它的載彈量不得了啊 那殲-35隱形的嘛 剛剛將軍說了 踹門的角色 幫你清空之後呢 我後面炸彈卡車就來了 炸彈卡車它弄的是霹靂妖拐 霹靂妖拐三百公里 然後我的雷達又是彈化架 看得比你遠啊 所以呢 美國有些領域真的被中國大陸趕超過去了 真的不要想說 有一些要挑釁的意味 你有防曬嗎 我每天都有擦防曬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真心推薦給大家 記得我的推薦碼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